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前一天在高雄的党员造势大会 赵绍康视讯打气被联想难倒是挺朱立伦吗 加油很正常嘛当然希望加油我们希望每个候选人都加油 完全能够理解赵董事长他为了党内团结 团结不断挂嘴边而朱赵连两天同框 营造气浆保住的意味也有些浓厚 尤其最近对手张亚中声势暴涨 要走中间路线的朱立伦还上节目示警 张亚中当选后的蓝营下场 国民党大概定位就已经很清楚了 从此以后国民党一定会变为一个所谓的 被定位一个深蓝集统的一个政党 尤其是要参选的朋友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最会贴你扣你帽子贴你标签 这样的担忧党内已经传开 由内部人士分析若张亚中真的当上主席 首先党公职会先出走加入民众党 其他人则被赵少康的战斗蓝收编 剩下的人重组国民党 蓝营就此一分为三 甚至会加速灭亡 请问一下朱立伦前主席 如果我张亚中当选了 你会分裂吗 我也想请教江启成前主席 如果我张亚中当选 你会分裂 会出走了吗 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 现在谁当选都不知道 我也可以说 其实我非常有信心我会连任 所以也不要有这些过多的担心 而面对选情转变 朱立伦说无论如何都会坦然面对 离国民党主席选举胜不到十天 党内路线之争还在相互拉扯 TVB新闻的程序领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